台北动漫展就要登场了 不过都还没有开展 场外已经看到有人在彻夜排队守候 甚至有人一个多月前就带了帐篷 到场馆出入口卡位 原来呢 动漫展每一年都会有限量商品 日本漫画家来台亲笔签名 让死中的动漫迷抢破头 在户外搭起帐篷 有人坐着看漫画 还有人席地而坐聊天打牌 中午太阳好大 被晒到频频喝水 也不肯走 动漫展周二登场 场外已经有100多个死中漫画迷来卡位 抢到投降的一个月前就来报道 我们团排了快一个多月了 一个多月多 快两月了 上网田颁表 然后就是你来多久就上网田 你排多久 一开门的时候 预计在30秒之内到达东西 想进行巨人的签名 知道吗 看展竟然像打仗 还有团体作战策略 从选定户口参观东线 人帮排队都有计划 要拼第一个重进场 抢购心目中最爱的动漫商品 100个名额 让亲笔签名成了烫金商品 上网转卖可以卖到8000块钱 是原本价值的四倍起跳 难怪漫画迷抢破头 去年动漫展吸引33万参观人潮 短短5天就创造1.4亿元商机 看准周边商机庞大 参展厂商大年初三就消假上班 做最后布置 对照厂外动漫迷彻夜排队 厂内外一样热闹 动漫男 早安 耶 记者林东明 第一节台北采访报导